第136集 各地归降 高炯当天晚上给远在大兴城的隋文帝写了一份奏折 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自己对处置此事的意见 数日之后 文帝陆续收到了同一事情的好几份奏折 其中 除了高炯和杨广的之外 还有文帝安排在率府的其他官员上奏的 说的虽然是同一件事 看法和处理意见却是不尽相同 又过数日 新军元帅杨广接到文帝的诏书上约 此二公者 身谋远虑 流窜东南之敌 镇本尾之 随静地方 安抚百姓 昔如镇意 九州未能统一 已数百年 以明臣之功 成太平之业 天下盛世 无以复加 文以欣然 师身庆快 江南平定 二人之利也 文帝在诏书之中 只死未提赫若碧的果实 杨广心中不快 但也只好作罢 与此同时 文帝还给韩擒虎和赫若碧二人 令下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诏书 上面曰 深阳国威于万里 宣是王话 于亦于 是东南之民聚出汤火 数百年寇 寻日阔清 却是公之公也 圣明充满宇宙 伟业光耀天地 远速前古 汉文齐匹 班师凯旋之日 明之不远 思念阴切 度日如年 不仅如此 又过了两日 文帝再次下诏 宣找赫若碧入朝 赫若碧快马赶至京师 入大兴殿 朝拜文帝 文帝起立 挽起赫若碧说 平定江南 公之公也 随之 命其登上玉座 赐给各色伯八千段 加封官位为上驻国 升爵位为宋国公 十亿三千户与相依 加赐以宝剑 宝带 金盆 金盘 各一件 以及至尾扇 躯盖 各色彩二千段 歌舞纪 二对 又许诺将陈淑宝之妹赐他为妾 拜任 幼领军 大将军 却说啊 随军的一位将领 和陈护军 樊毅 携着陈淑宝的亲笔信 日夜兼程 从建康出发 一路未遇阻隔 来到被困的武昌城下 守城将领当然认识自己的护军 并立即报知了周罗侯 城上城下经过交涉 周罗侯下令放下吊桥 打开城门 仅放樊毅一个人入城内 樊毅之身来到武昌的府衙 周罗侯立命下属坟乡 自己则神情肃穆地 面朝东方健康方向跪拜 并按接受赵书遗归 跪接已废主上的来书 周罗侯斩读来书 静止气不成声 激进昏厥 随后 命令降下城楼上的周字旗 并命令全体士族放下武器 放下吊桥 敞开城门 接受投降 崔红杜率军入城 这座被围了一个多月的城池 因得不到外界的攻击 早已是恶瓢遍野 惨不忍睹 有的士族垂立路旁 站着站着就倒下了 有的是恶昏了过去 有的则是倒下之后 再也立不起来了 见到此一夫妇惨不忍睹的场面 连试杀成姓的崔红杜 也不得不为之动容 秦王阳俊获知此一情形 立即从江北调梁入城 镇继军民 而此时 另一位携陈淑宝信 去陈惠记那里的 是他在陈朝做官的儿子 陈惠记与陈淑宝 原本就是书职 而今连皇上都做了 随军的阶下囚 自己还有什么可依附的呢 于是也向秦王阳俊投降了 京畜一带的灵星战士 就此完全止息 但是行军元帅阳俊 则是觉得 这场历史两个月的战争 打得十分窝囊 最后还是由敌之废帝出面 才将战事解决 他于是派遣使者 上表给父皇 愧疚地说 谬成重用为三军元帅 愧无尺寸之功 以此多残耳 这文帝看了使者 城上的表彰 开心地笑了 他说 静儿啊 能拖住上边陈军 不像健康增援 就是大功臣呢 不过呀 令人大感意外的是 从江陵梁国 归附陈朝的萧桓 也接到了陈叔宝 规劝他投降的信 可是这位前梁皇室的亲属 非但不听劝告 反而自立为帝 坚持与随军对抗 这可就激怒了行军元帅阳广 他派了身边的行军总管 宇文树率军攻打 进一战 萧桓的军队就被击溃 他本人成一渔州 逃入太湖 藏于一个百姓家中 被随军寻货 单独押解至京师大兴 萧桓是江陵梁朝 萧窥的第三个儿子 是晋王阳广 为过门妻子萧妃之兄爪 虽然如此 仍然逃不脱被诛的命运 这一年 萧桓二十一岁 话分两头 却说呀 就在韩清虎和赫若碧 两位行军总管 对建康实施合围之际 另一位叫伟光的行军总管 身负皇上的特殊使命 从齐州渡江之后 自北而南 直下南海 这时有陈国豫章太守徐登 聚守南康 祖聚随军南进 被伟光击溃 徐登就被服了 陈国内地兵力空虚 伟军一路如秋风扫落叶一般 推进到了岭南 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原来南北分治的三百年间 江南江北战火频容 而山高皇帝远的岭南一带 近百年来 却没有受到外面战火的波及 恍若世外桃源 这一方面 却是因为山高怜悯 地势复杂的阻隔所致 而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本地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 险夫人 这位险夫人是高梁险氏之女 高梁呢 就是陷在广东阳江 据考察 险夫人实际是 现在的广东殿白人 她的父亲呢 则是南越 拥有十余万户部落的首领 这南越呢 就是岭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险夫人幼年的时候 叫险百合 小小年纪就喜欢跟父兄 成勇争斗 稍稍懂事之后 更是得到高人指教 学得精湛的武艺 并深谙排兵部阵的谋略 长大之后 此女子即协助父兄 安抚部众 领兵用计 押服了周遭其他的部族 深得同族器重和信赖 甚至连南海丹尔 诸部落都目其名 前来投奔她 梁朝的时候 罗州 也就是现在广东 华州刺史 冯荣 听说了这个女子 年纪轻轻 品行端正 讲信仪 并身负众望 于是 便为儿子高梁太守 冯宝求亲 她就这样 从部落的首领之女儿 进入了官府 成为了冯家媳妇 日后被人尊称为 险夫人 险侍女 自从做了太守夫人 她的家族和其辖地 都一直是忠于朝廷的 太守冯宝去世之后 是逢岭南大乱 险夫人凭着自己的人望 安定了岭南各部 并使当地的庶民 过上了暗居乐业的好日子 所以当隋军过疆 攻打建康的时候 岭南各郡 便攻推险夫人为圣母 共同累成御敌 保卫家园 与此同时 隋朝的行军总管 韦光 也非是登仙之辈 他是北州赫赫有名的将领 韦孝宽的侄子 此次 隋文帝给韦光的使命 就是要平平稳稳地 收复岭南 韦光原本以为隋军到达该地 对地方做些安抚 让当地人明代 已经改朝换代 即可大功告成 确实不料 当自己兵临城下的时候 对方并不买账 并且摆出了一副 同仇敌忾之态 欲隋军血拼 对此 韦光并没有轻举妄动 他迅速地派出了使者 与显夫人讲明 陈朝既亡 天下一统 而显夫人则 只认臣不认随 道理讲的是天花乱坠 亦是无济于事 怎么办呢 道理讲不通就只有打了 可是皇上曾经一再高见 岭南的事 要以何为贵 正当伟光感到无计可施的时候 行军元帅杨广 派了一个叫慕容三藏的人 拿着陈淑宝的亲笔信赶来了 经语接洽 伟光陪同慕容三藏入城 网见显夫人 显夫人 十年已近七旬 身体精瘦 头发皆白 但精神绝朔 他一见慕容三藏 便起身 携起手 亲切地说 哎哟 大老远的 您怎么来了呢 原来呀 这位三藏老人 是显夫人丈夫 冯宝家的至亲 冯宝去世之后 两家之往来 日渐稀疏 慕容氏唏嘘不已 从身上取出了 陈淑宝的劝详信 交给了显夫人 显夫人 是嫁给冯宝之后 才在丈夫的指教之下 认识几个汉子的 所以她根本不认识 当朝著名的 陈淑宝的字体 但是 信的内容 确实能看懂的 独霸这封 劝她归附隋朝的来信 先夫人即用疑惑的目光 望着慕容三藏说 皇上 为谁所想 此事真的吗 慕容三藏点了下头 从一名隋缘手中 接过了一支 长条形的木毒 并亲自将木毒打开 从中取出了一支 行至特别的拐杖 夫人一见 赌物思情 经不住老泪纵横 大声地痛哭起来 原来呀 此杖正是显夫人 作为寿礼 敬献给臣主 三十大寿的礼物 这根手杖 取自南海名贵的 黄花梨木 再用犀牛脚 雕刻成龙头的形状 做成手柄 杖身上还镶嵌着 许多名贵宝石 接着 坐于一旁的大将军 伪光芳道 随灭臣 是为了统一 离散了三百多年的华夏 是天下 从此再不难为两分 国家从此才能 更加地安定和富强 深明大义的显夫人 立即召集各郡官员 和数千部落的首领 宣读了臣主的来信 说明了归顺隋朝的意义 之后 远在大兴宫中的隋文帝 接到伟光发来的表彰 下诏 不仅加赏了伟光 还感念显夫人 申明大义 故大局 策封她为 宋康俊夫人 当各路行军总管 对陈国境内的孤城 残军 一一进行清扫和接管之际 健康城内最大的盲人 仍属 掌实高九 他手中有好几份的名单 一是 必须要压解到 大兴去的文武官员 就有二百多名 城破之后 归案的有一百余人 未归案的 有的已经战死 要查清消耗 有的园在外地 要派人去江崎 解压回健康 还有就是见大势已去 逃顿藏匿了的 这些人就比较麻烦了 比如都官尚书恐犯 自在中山被赫若毙 击溃被俘 而后又逃脱了 所以还要立案 派专人去追查 一一将其捉拿到案 文帝的宗旨是 这批人解压回大兴 可以酌情从宽处理 但是不能不明不白 不了了之 而留下隐患 此外就是 臣篡两朝 立国已经有几代 而每一代皇帝 都是妻妾非平成群 儿孙更是数以百计 这些皇亲国妻 皇子皇孙 亦都有可能成为 日后死灰复燃的隐患 所以高炯的手中 还有一份 所有皇亲国妻的详细名册 而其中的每个人 都不得有所遗漏 所以高炯每日都要派出 一只只的人马 去缉拿还未盗案的高官 将领和皇亲国妻们 与此同时 建康城内得到镇绩的庶民 各个倒是喜笑颜开 而达官贵人的家中 则是如丧考彼 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 在北燕门附近的 一个僻静的深院里 就传来一阵 莺莺的哭泣声 原来是一对小夫妻 如胜离死别一般 相拥而弃 丈夫叫徐德炎 原来在东宫担任 太子摄人一职 妻子呢 便是皇上陈淑宝的妹妹 乐昌公主 徐德炎知书达理 才华横溢 她能被文才不错的 皇上赏识 做了太子的老师 可真还不容易 而这乐昌公主呢 不仅容貌出众 而且早已经是 成国远近闻名的才女 因此 这一对夫妻 真可谓是心心相印 情意深厚 德炎流着泪 对公主说 国破 家已难存 外面风生 一日仅似一日 咱俩分离 已成必然 以你的容貌和才华 今后不知会落到隋国 那位豪门的家中 我们夫妻 必将天搁一方 唯有日夜相思 在梦中生灰了 倘若苍苍天有眼 不割断咱俩今世的情缘 你我今后 终将会有相见之日的 只是 离散之后 你渔居深宅大院 在去哪儿寻你啊 这乐昌公主 刚才只顾伤心落泪 听到夫君的话 忽然集中生智 指着庄台上的一面铜镜说 能否把此境分成两半 一人各吃一半 之后 你就拿着自己的一半 去找我 只是沧海茫茫 到哪儿去打听 夫人的下落呢 这样吧 乐昌公主说 每年正月之旺日 再让人去集市 卖此半边镜子 不时者 那里会买 仅剩一半的破镜 时者才会 说到此处 乐昌公主再次哽咽 好 徐德言抽出了一把宝剑 把铜镜瓶放在鸡岸上 这听砰的一声碎响 那圆圆的镜儿 便一分为二了 徐德言捡起了一半 剑断岩上 竟崩掉了一小块 就要到地上去找寻 这时候 乐昌公主则制止说 不要找了 这样 不是又多了一个寄人吗 你把这有缺的一半 给咱吧 父亲可要记住 咱握的一半镜子 断岩上有个缺 几天以后 灾难就降临到了 这个温馨的小家庭 有一队随军当门造访 按规定 乐昌公主要随所有皇帝亲属 被押解到大兴 庭后处置 夫妻虽然悲痛欲绝 但却平静地接受了 此一残酷的事实 乐昌公主清理了几件 换洗衣衫和一点细软 晚成一个小包 跟随军而去